抗日战争其实主要是1937年和1938年打得凶 这两年里,日军沿着铁路到处出击 把能打下来的城市都打了,然后发现打不动了 打不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 铁路里程太短,公路路况太差,又缺油,还平铁,也没橡胶 所以日本一直说的以战养战,根本就是车弹 日本为了维护战争机器所需要的油、铁、橡胶,中国一样都美 才需要向美国持续购买这些物资 直到1944年,外汇耗尽美国,让它滚了 而且日本人想要深入中国腹地的话,还得先给中国搞基建 基本问题是媒体怎么搞基建 所以直到日本1945年投降前 它只占领了大城市和铁路附近的一些地盘 日本人在中国打不动,也没有动力打 所以就想简单维持现状 这就是为啥抗日转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基本消停 到后来,日军防区少兵经常跟中国军队的士兵聊上了 互相递烟还做买卖 到了1941年,双方太过相安无事 以至于国共竟然打起来了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晚南事变 这是国共多次摩擦的一个总爆发 多说一句,晚南事变并不是把新四军消灭了 而是把新四军指挥系统端了 新四军战斗力量好好的早就去了江北 后来一部分新四军跟着黄克城去了东北 成了四野的军官团 剩下一小部分变成了中野骨干 大部分成了华野骨干 1955年,平军衔,陈毅代表新四军和三年游击战争 当上了元帅 回到抗战 周日第一阶段的僵持持续到珍珠港爆发 蒋委员长彻底精神欢发了 英国的邱胖子也放松了 美国加入进来了 战争也就没啥悬念了 不仅因为美国实力强大 而且美国是德国和日本背后最大的军护商 现在军护商不但不卖给德日武器了 还亲自下场 世界反法西斯阵营顿时着急磅礴 到了1944年 国军内部已经松懈到了极点 大家天天收听中央社的新闻 新闻上每天热情洋溢的 给大家介绍美军的最新进展 比如苏联全兼德国中央集团军群 美国全兼日本舰队等等 国军这边听得大快人心 觉得日本很快就要完蛋了 完全没意识到日军正在频繁调动 几十万人 十几万匹战马 准备来自14年抗战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 1944年 日本确实是混不下去了 到了1944年 日本在东南亚道士搞到油田和橡胶种植园 不过出了个新问题 日本彻底失去了制海权 只要军舰出港 就会被美国军舰和潜艇给集成 东南亚日军成了孤军 这个背景下 日军大本营又开始出骚主意 准备把中国大陆上日本的根据地打通 从朝鲜、华北、华中、华南 建立一条线的交通线 1944年 日本动员了大批兵员 甚至包括大批台湾人、朝鲜人 都被送到河南和湖南前线 准备发动进攻 按理说 这么大操作 而且准备了好几个月 又是坦克又是大炮往前线掉 几十万人又是行军 又是挖营盘 还在华北蒸发了大批牲口 连外星人都知道 日本人要搞事了 国军这边 啥反应呢 没啥反应 各个战区参谋长倒是注意到了 毕竟他们主要工作是分析 汇总 各种情报 发现日军大规模一动后 立刻坐不住了 层层向上汇报 但是汇报到各个战区 长官那里的时候 长官们态度都非常恶劣 表示参谋美 简直是闲得没事干 瞎操心 河南的汤恩伯 国粉们 紧紧乐道的战神薛岳 这些高级将领都表示他们很忙 没工夫理会这些烂事 那他们忙啥呢 主要是抓紧布局战后事宜 国府到1944年左右 已形成了超级复杂的各种派系 CC 土木系 和应亲系 黄埔 宝定 广东帮 贵系 近系 西北帮 正学系 小角和军统等等 每个大帮派里 又有各种小帮派 各自都在划分的势力范围 争取把自己一方的人 安排到关键位置上 因为眼瞅着仗要打完了 打完就要过日子 1944年的格局 很有可能是 接下来100年的政治格局 所以各方都在忙着这 而且都觉得日本快要完蛋了 根本不值得花时间去关注 果然 日本开始进攻河南 汤恩伯这头猪一直在忙着连财 军事上啥准备都没要做 日军渡过黄河 向汤恩伯部发动进攻 河南战区一处击溃 40万国军队伍兵败如山倒 全线崩溃 日军随后攻陷诺雅 兵风直指通关 准备从通关进陕西 然后走诸葛亮北伐 故道进汉中 再从汉中进四川 好在通关那一带的守军 拼死抵抗 日军一直也没能突破通关 不然蒋委员长 在1944年还得迁都去西藏 丢人丢大了 河南已经打成那样了 按理说其他战区应该是提高警惕了吧 并没有 国防部作战厅给湖南第九战区的薛岳 发了份电报 要求尽快准备 日军可能要进攻湖南 薛岳是广东帮的人 出身越军 这辈子最看不起的贵系的人 正好国防部作战厅的次长刘斐 是贵系的人 所以薛岳干净利索的把电报扔废纸楼了 而就在这一天日本大本营完成了沙盘推演 湖南这边也大战在即 几天之后 薛岳自己的人侦查清楚了 发现日军已经在过去几个月里 向湖南大规模增兵 七个日军师团 十几万人正在向长沙移动 负责湖南地区进攻事宜的日军最高军事长官 恒山勇已抵达越洋 日军指挥中心就在越洋 薛岳才开始准备 可是一切都完了 1944年5月27日 是日本当初击败俄国海军舰队的 对马海峡之战纪念日 这一天 日军发动全面进攻 而中国这边完全没做准备 薛岳守长沙已经六年之久 在这里顶住了日军三轮进攻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三次长沙保卫战 不过这次根本没做准备 而且各支队伍都觉得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 死在这场战争里不划算 大家都在比赛谁跑得快 塔尔庄会战的时候 日军第十师团这样的精锐师团 供一个小破藤县用了两天两夜 成立首军式川军杂牌 这次就受长沙的 是国军第四军 比川军杂牌要强得多 了解军事的人都知道 这支部队不得了 因为共军诞涉于南昌起义 在南昌起义之前 叶庭的队伍就是隶属第四军的 北伐中的铁军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说的就是这支部队 武昌起义失败之后 朱德带着残部上了井冈山 和毛主席会师 某种意义上来讲 共军的一部分根就在这里 而且大家知道 共军江南的队伍叫新四军 既然有新四 必须有个老四 老四此时就在长沙城里 当初川军杂牌 顶了日军精锐两天两夜 这次国军精锐顶 日军杂牌五十八师团 按理说咋就能顶一个月吧 那最后顶了多久呢 三个小时 抗战打了七年都没丢到长沙 三小时就沦陷了 整个湖南基本已落入日军之手 薛悦自己待在湖南已经不安全了 只好去广西待着 薛悦出身越军 也就是广东军 广东和广西在军阀混战年代 天天互相伤害 互相看对方不爽 他们之间的成见 一直持续到台湾时代 当时 薛悦没地方去 只好去广西 多多少少有点丢人 一直到抗战结束 他才离开广西 第四军军长张德能 本来是担心死在抗战结束前 战争中既没好好准备 也没好好指挥 长沙城破后 他跟着大家一起跑 很快 蒋委员长一道首令传来 把他给枪毙了 既然长沙已经被攻陷 日军开始进攻 南中国最南肯的一个要塞 也就是衡阳城 衡阳跟长沙不一样 因为镇守衡阳的是 国军第十军方 先绝部 衡阳的重要性是一目了然的 当时在沿岸的毛泽东 一针见血地指出 衡阳的重要超过长沙 它是粤汉香跪 两条铁路的连接点 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 它的尸首就意味着 东南与西南的隔断 和西南大后方 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 衡阳的飞机场 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之间的 中间联络站 它的尸首就是 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 贵于无用 抗战时期 由于战火意志没烧到衡阳 国府的大量工业设施也在这里 这次又堵在日军 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关键位置 所以日军不惜代价 也会拿下这个地方 国军不惜代价 他也会守住这个地方 大战也就不可避免 所幸的是 衡阳是整个这次大战中 少数几个用心 做了准备的城市 守城的方先菊 是国府出了名的猛将 而且比较愣 之前常得北市军围攻的时候 蒋委员长要求大家一起去救 各支部队都在那里打酱油 装作很认真地跑来跑去 就是不干活 只有方先菊 带着他的第十军发疯式的 去救友军 这种操作在共军这边 属于常规操作 但在国军那里 军队私人化的组织里 非常少见 只不过势单力薄 尽管非常使劲 还是没把常德救下来 方先菊的第十军 也损失惨重 转入后方修正 这次带着刚修正完的队伍 来了很痒 第十军这支队伍 又是国军序列里 最能打的队伍之一 1942年长沙大吉中 日军伤亡五万七千元 其中国军这边打得最猛 功劳最大的就是第十军 从那以后得了个外号 泰山军 这也是为啥这次蒋委员长 1.7万人来守恒阳 更难能可贵的是 恒阳市长赵军迈 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土木系毕业 有挖工事的小技巧 早在大战开展前 就带着十几万青壮年 在恒阳城周围苦挖工事 方先菊和他的兄弟们 也不准备像其他兄弟部队一样 随时准备跑路 没日没夜的 修暗保 挖战壕 清理设计 整个恒阳周围变成了个大工地 几十万居民事业不停的开挖 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施工 恒阳城变成一个巨大的要塞 城周围的山都削成了五米的直立坡 到处遍布铁丝网 暗保 暗保之间用战壕相连 战壕又被修成了支子型 并且在香江边上摆满石油桶 准备在日军从江面进攻的时候 轻倒石油点燃江面 等到长沙城陷路的消息传来 恒阳保卫战已在所难免 市长下令输散市民 不过还是有几千青壮青年留下来 准备帮忙抢修攻势搬运弹药 当时国军制定了复杂的作战计划 准备在日军硬肯衡扬这块硬骨头时 周围30万国军其他部队围上来 对日军来自大合围 重演1938年 台尔庄战役中 日军第十师团猛攻台尔庄 攻不下来时 被汤安博抄了后路的操作 他们把这个称为中心开花 国府一直对这个有执念 后来张灵府的七十四师 也想玩这个来着 在山东凄惨的被吃掉了 日军那边攻陷长沙后也没闲着 11万日军继续南下 衡阳保卫战也就随之打响 战斗一打响 双方先用大炮互相攻击 然后日军发动冲击 国军在战壕里反击 很快就短兵相接 在阵地里展开惨烈的肉搏 等预备对上来 日军后退 过一段时间再次冲锋 双方都斗志昂扬 日军觉得既然能三小时攻陷长沙 一天就能攻下衡阳没问题 衡阳守军第十军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 从北伐就是国军队伍里最能打硬仗的队伍 现在凭借优良的攻势和冲突弹药 外围还有30万兄弟部队压根不慌 而且蒋委员长打电话给城内 要求死守48小时 其他队伍就会为城内结尾 没想到双方很快都傻眼了 日军攻不动衡阳城 很快双方惨重 湖南那一带当时还是雨季空气潮湿 日军士兵受伤后 由于得不到救助 很快伤口升了蛆 痛苦不堪 恒山勇作为日军里的名将 指挥十万人 攻衡阳毫无进展 本来人在越养 后来也冒着被轰炸的危险 亲自跑到衡阳前线 拿着望远镜指挥 他自己又患上了严重的利己 严重时战斗站不起来 衡阳成了孤城 一万多孤军面对十多万的日军 多少有点心交 而且之前预计很快就要围上来的 30万其他国军队伍 竟然缓慢 一步都没法向前推进 战斗就这样一天天持续 到后来从南方到北方 从重庆到东京 两个国家都在关注这场攻击战 蒋伟园长 每个一会儿就要顾问前线战况 日本天皇甚至只是手底下的人 去神社请了一块神符 交给日军指挥官 让他带着神符去指挥 如果日军攻不下这座城 整个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 也就功亏一篑 如果国军丢了这座城 日军很可能进入广西 从广西进四川 围攻重庆 国府又得迁都 不仅如此 此时美国人对国府1944年 大溃败意见很大 逼着蒋委员长交出指挥权 交给美国人 焦虑至极却毫无办法 委员长除了在电话里 不断催促国军支援部队 尽快救援 并无其他办法 只能在日记中写道 愿主自我衡扬战事胜利 当在南越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 一座以仇主恩也 估计南越山听说这事都吓了一跳 自己做错了啥 要被立铁十字架 前往支援的国军队伍 一个个心怀鬼胎 首先薛悦自己就很消极 他丢了长沙功亏一篑 知道自己不被处分就不错了 自然对衡阳保卫战兴趣不大 如果衡阳最终失守了 长沙却丢了 他今后就没脸见人了 所以他对救援衡阳这事非常消极 其他将领也差不多 大家都消极 倒也不复杂 假如就你一个积极 很容易你冲上去 被日军彻底打载 没了队伍 人不如狗 所以大家都指望别人上 等确认日军已经不行了 自己再上 这种心态作祟 大家都在那里装着急 天天向日军疯狂的发售炮带 士兵们也乍乍乎乎又喊又闹 阵仗是很壮观的 就一个毛病 日军不在射程里 毕竟如果自己能打得到日军了 那日军也能打得到自己了 此刻最艰苦的就是 衡阳城内外的攻守双方 第十军战斗力还顽强 往往一块阵地 打到最后一人就是不退 日军也没见过这么顽强的抵抗 一波又一波的冲锋 其中一段关键战壕 双方反复冲杀 日军尸体堆了一米多高 国军战壕里急腰深的血水 另外一段生蚝 本来是阻挡日军坦克的 两米多深的大长蚝 后来日军士兵尸体塞满了蚝钩 日军踩着尸体过了生蚝 电影《800》里日军死了那么多人 90%是导演帮他们打死的 如果拍《衡阳保卫战》 根本用不着导演帮忙 在这场战争里 日军连队呈建制被打光 第68少将师团长都被击毙了 整个抗战 日军很少遭受这么大伤亡 到了8月6号 双方已经都到了极限 守城军队基本弹尽两举 日军也疲惫不堪 横山勇山支 如果继续扛下去 日本也会崩溃 所以日军发动了孤注一掷的进攻 终于炸开城墙 第58师团冲入城中 双方展开白刃战 而此时 蒋委员长还是祷告 希望上帝显灵 能去帮一帮横阳城里的人 只不过他自己不知道 横阳已经完蛋了 被他们自己给坑了 白修德 大家如果看过1942 就知道这个美国记者 他动手能力很强 跑到横阳前线 去看到底发生了啥 看完之后 五步悲怆的写道 全完了 横阳城没救了 因为前往支援的国军队伍 根本没行动 眼瞅着兄弟部队被打光 到了8月7号 方先局把所有军官叫到司令部 确认弹尽两绝 第十军已经彻底失去了 有组织抵抗 于是向蒋介石 发了最后一封电报 敌人金城由北城突入之后 即在城内展开巷战 我官兵伤亡殆尽 刻载无兵可资赌击 只等是以一死报党国 免计军援天职 绝不负军作平生培育之致意 此殿 恐为最后一殿 来生再见 发完电报 方先局摆出了被枪 对准自己脑袋开了一枪 不过被副官一脚踢开了墙口 没打中 大家一起上去 夺下了配枪 后来日本人的一个残谋上来行商 说你们已经尽知庆责了 如果肯投降 日军不会像南京那样屠杀俘虏 而且还要收治伤员 尽管当时第十军已经基本全军覆没 但是大部分没死 只是受伤了 倒是日军伤亡了6万人 这也是抗战中仅有的一次 日军伤亡比国军大 为了确保上万伤员的安全 方先局带领军部的人走出碉堡 向日军投降 日军衡山又没到现场 不过还是让道场参谋 向方先局等指挥官表示 中国军人作战勇敢的情形 不仅此地日军深切体验 就连天皇和大本营也有所耳闻 至此持续了47天的衡阳保卫战 彻底落下了帷幕 方先局被抓之后 日本人只准许他平时去伤病医院溜达 他不知道怎么跟一个黑社会有了联系 这个黑社会正好跟军同有联系 很快就联系上了军同 军同的人从伤病医院往外挖了一个地道 有方先局去医院时从这个地道潜了出去 然后回到了重庆 日本人此时心态也有变化 他们知道大势已去 日本在中国败局已定 就面临一个怎么离开中国回到日本的问题 所以也不可能像战争一开始那样 动不动就搞屠杀 对于第十军的高级将领 他们的态度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很快到其他将领们也都跑了出来 蒋委员长对这事也很高兴 没有追究投降的事 反而授予了青天白日彰 不过也没有再重用它 方先局从此再没带兵 1949年后跟着国府到了台湾 1983年在沉默中去世 没咋再提起衡阳的事 日本打通了大陆交通线 不过根本没有运转起来 几千公里的铁路线处处都被袭扰 完全没法运作 过完年 进入1945年很快就投降了 从这个过程中大家也看出来了 国府的问题一直都是内在的 如果早做准备 就不会在一场战争中伤亡50万人 如果能做到协同配合 可能衡阳第十军就不会全军覆没 问题是 这两点都是基本要求 对方几十万人频繁调动 国府毫无察觉 这几乎可以算作是历史之谜了 内因是压倒性的原因 国府对不起他中勇的士兵们 那种落后的体系也支撑不了现代化战争 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互相往死了坑 最终丢掉了大陆 现在连混下去都成了问题 国军里一直都有强悍的队伍 可惜都死于内耗 这也是为啥那些队伍在解放战争中 改换门庭 很快就可以在朝鲜大防疫彩 原因就在这里 遇见了